这个女孩正拿着一条鹿皮绕着木头来回摩擦 而她这样做只为了制作一条生火用的绳子 还用鹿皮做了一双真皮雪地鞋 北极生存挑战让她玩出了国家家的感觉 看了这么多瓜姐的视频 有没有感觉就这种欢迎挑战 你去你也行 好好白手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本期挑战地点是极寒的北极 而开局的大礼包是一头700磅的驼鹿 仅靠眼前这些物资 只要熬上30天就能获得50万的奖金 找到猎物的第一步是处理猎物的内脏 因为内脏热量高 不及时处理 整只猎物就会加速腐烂 再而迅速散开制作石刀 杰森是一名退役老兵 曾经给士兵教授生存课程 参加这一次挑战是为了证明实力 艾米这边寻找庇护所持 在附近发现了熊和狼的痕迹 这就刺激了 只要驼鹿的肚子被切开 血腥味就会迅速地吸引周围所有猎士人过来 内森本来就是一名猎人 有着30多年的狩猎经验 打小就不怕狼和英雄 还擅长屠宰地物 这一次的挑战中 驼鹿的解剖工作就全由他来负责 杰森提议先取下一块鹿皮 这样他就可以制作公钻 开始生火了 这次三人的配合相当的默契 不仅分工敏去 干活也是非常的利索 取下鹿皮以后 用鹿皮制作绳子这份工作 就交给艾米 艾米接过鹿皮 对着树木就是一顿摩擦 很快就把鹿皮磨成了一条绳子 内森虽然自己封割了一整头脱路 但是凭借他娴熟的手法 和多年的经验 很快就把脱路的内脏给取了出来 妹子这边 也很快搭建了一个解忆的庇护所出来 现在就剩下关键的火源了 如果在天黑之前搞不到火 他们今晚将会非常难受 而且还很危险 一转眼 两个小时过去了 杰森和妹子累得屁股都绝了起来 但是依旧没有搞出火星子 最后他们把黑光 让萤火的木材给背了 不死心的他 又继续磨了两个小时 结果天都磨黑了 依旧没有磨出个所以然来 没办法了 晚上睡觉 只能抱团取暖了 果然到了夜里 还真的有野兽来袭 听脚步声判断 应该是一个大家伙 第二天 他们升级改造庇护所 杰森这边 还在不停的钻木取火 可是又磨了整整一整天 最后依然是以失败够重 到了第三天 三人连续饿了三天 眼睁睁看着几百磅的鹿肉 却下不去口 妹子实在是忍不住了 打算抱着鹿腿准备生肯 鹿肉 他们肯定没有那个胆子 他们把目标 放在颓骨的骨髓上 野外生存 就是这样 没有火 几乎啥也干不了 骨髓的味道 虽然很恶心 但却是一种很安全的食物 不得不说 这一期生火 是真的没有开挂 即便三人同时发力 最多也只是冒点白烟 杰森认为 这样下去 肯定是不行的 于是 他改良了转轴 又往其身上 涂抹脂肪润滑 三人继续发力 方法果然有效 变完操作之后 他们总算是搞出了火星子 接着 把他放进火熔里 然后经过来回摆动 这火 终于算是搞得出来 三人激动的 大哭了起来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拿到奖金了呢 接下来 终于到了干饭的时间 妹子把浆果 塞进陀鲁的心脏里 然后经过慢火烘烤 这种吃法 他们整整唤醒了三天的时间 三人轮流分享了 这来之不易的食物 那是真的香 连续饿了三天 终于能够吃上一顿饱的了 吃饱了以后 继续干活 杰森用卤筋取出来 做成细线 妹子这边又搞了一个水囊 内森这边继续切个卤肉 要不是当时温度低 三天没有火 估计这大腿肉 早就报废了 时间到了第六天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 让他们有点猝不及防 艾米适应不了低温 似乎是感冒了 庇护所虽然看起来很结实 但是事实上 雪花落在屋顶上 遇到火就会融化 融化的水滴 就会直接落在庇护所里 那种感觉 就像是屋外下大雪 屋内下大雨 为了保暖 他们只能重新选一个地方 搭建庇护所 这一次他们学经了 新庇护所采用三角形的框架 妹子为了新房 直接活了出去 带病上阵 丝毫不敢松懈 但是很快 鞋子和衣服就被大雪弄湿了 为了避免她感冒加重 两个男队友 让她回营地休息 艾米只能回到营地 考着自己的鞋子和衣服 另外两个男队友 也是很给力 一天都不用 就把新庇护所给建好了 为了防止鞋子再次湿透 艾米打算自己做一双雪地靴 她把鹿腿皮拳扒了下来 接着用针线缝合到鞋子上面 这样一双既保暖 又防水的雪地鞋就做好了 时间转眼来到了第九天 依旧下着大雪 气温继续下降 妹子的病情并不见好转 于是她决定煮杯奶茶 区区寒 只见艾米把鹿味清洗好以后 再装进河水 周围摘些野草当做茶叶 接着把烧热的岩石放入水中 就这样几个来回 一杯没有奶的奶茶就做好了 时间来到了第十天 内森在周围发现了一探新鲜的雪地 她对侧应该是大型野兽打斗的痕迹 回到营地 立刻加强了食物的保护意识 专门做了食物架 把食物架到个高处 变翻折腾之后 又到了干饭的时间 杰森烤了些鹿排虫剂 虽然现在极度抗拒吃烤肉 但是寒冷和体温不断下降 让她别无选择 艾米这边 感冒升级到了发烧的状态 不仅吃不下东西 而且还经常呕吐 杰森和内森对她的照顾 也是无微不至 他们认为 这一次挑战 三人少了谁都不够完美 时间来到了第十四天 艾米已则非常虚弱 安全期间 他们请来了医生 为她提解 结果是 艾米的状况不再适合继续挑战 两位队友给了艾米最后的拥抱 然后无奈地送走了她 留下来的也不太乐观 他们在营地周围 发现了狼欢的脚印 而且还偷吃了他们的食物 这就意味着 他们剩下的鹿肉将面临危险 于是 他们就开始制作火把武器 现在在树林里搞了些树枝 直接搞了两个火把 内森的火把 带有尖刺属于物理攻击型 杰森的斧头型火把 属于法术攻击 夜里果然狼欢来袭 两人听到动静以后 立刻带着火把走了出来 来到肉架附近 突然看到了什么东西 他们立刻开启了团战 拔起攻击 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 反正我是没有看到 两人表示危险已经紧出 接着回去继续睡觉 时间转眼来到了第26天 天空的雪一直没有停过 气温也越来越低 杰森坐在火堆旁 一边扣脚 一边取暖 连袜子都扣出了一个洞来 在接下来的几天 他们的生活也是抱团取暖 直到扛完了大结局 临走前 想到那巨额的奖金 又精神了起来 这也算是那么多集中 最难熬的一期了 好的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吃瓜姐 我们下期再见吧